哈喽大家好 今天给大家准备一下手杖翻翻看 因为最近压力比较大 所以贴的比较多 可以看到从这写的8月15号 然后最后一个是8月25号 也就是说我在10天的时间里把它贴完了 整体的手杖风格是那种韩系贴纸 就是反正可爱风 然后瞎贴瞎怼 微斑日记不知道写什么 所以做一些摘超哇之类的 这个就是第一篇宇宙单 第二篇外表是什么夜景 反正我就是觉得贴着开心就好 这个是海滩 企鹅 这个流鼻剃的企鹅真的很可爱 我可以看到这里 然后这里是恐龙世界 其实可以看出来我就是在消耗贴纸 整个过程就是为了让自己舒服吃鱼 其实排版什么的都没有什么大讲究 基本上做这种的手杖 就是打笔胶带贴一下 然后上面贴上人物就行了 这是学习主题的 这个是爱丽丝 爱丽丝这个真的很可爱 有的时候会拿这种背景卡上面的印制版 背景版做这个贴纸的手杖里面的一个部分 还有这个是农场 樱桃很粉的主题 这个是胡萝卜 其实都很可爱 最近迷上了这些 因为自己也开始画了 所以会去观察别人怎么画的 想学习一些大佬们厉害的地方 包括白雪公主像这种重慧童话系列 真的很有意思 这我不知道在干嘛 在大马路上还有皮枕子 这个就是一个比较大的场景 是斜着贴的 有的时候就是会去抄一些作业 比如说印子上面 或者小红书都有很多人贴的特别厉害 这种就开始已经瞎发挥了 这也是瞎发挥了 就是在消耗贴纸 就整个过程很舒适很解压 这个也是有点下贴的乱贴 这个可爱 美人鱼 美人鱼 海洋系列 这个是世界主题系列的意大利 这个贴子怎么说非常有意思 就是世界各地的场景他们都会画 就很厉害 这个是有碎片模的 可以看到 这些超厚的 因为我把整个背景板贴上去了 因为背景卡也很好看 大概就是大家一起吃西瓜 这个也是学习主题的 这个是刚刚胡萝卜的双胞胎 这边叫柠檬主题 这块是 这个是韩国的那种风俗 这里我还怕自己忘记了牌子 所以贴上了牌子 9394 就是西瓜的主题 夏天了嘛 就会有这种主题 这个是 花店吧 对对对 这个是花店 好可爱 这个也是旅行主题的 也是我很喜欢的一个作者 他画的这种 这个IP很可爱 没有了一页 这是恐龙 恐龙主题 这个是珊珊的粉色老鼠 也超可爱 这也是刚刚那个老鼠 只是压光的 但是这张没有那张贴的好 还是这张贴的好 这个怎么说呢 可能是这一本里面 我最喜欢的就是这一页 因为这个贴纸真的特别好看 黑边的这个贴纸 太美丽了 我基本上就是 每个作者的贴纸的质量 还有这种画风 都会去尝试一下 我觉得很有意思 这也是斜贴的 胶带可以贴完 然后再去割 这件事情也很有意思 这页太花了 这页太花了 批评一下自己 但也是海底世界 他贴纸本身很好看 但是我没有贴出那种那种感觉 这两页都是一个作者 这个是小老虎的那种 也是旅游系列 这个是学习系列 这边是购物 看拉了贼长的清单 这个是黑乎乎小姐姐的 这页没贴好 这页就别看 看这页吧 这页也是笑松鼠 咖啡店 这块我开始抄那个 恶作剧之吻的台词 觉得很有意思 这后面都在抄 就每天能拿出一点点的时间 去做一件这样的小事情 去坚持下来 就还是很有意思的 而且整件事情过程中 会让我觉得非常的舒适解压 主要还是让自己开心吧 很多大佬都会做那种机关的那种手杖 实在是怎么说 能对我来说的太难了 所以我就初步先做这种堆 堆积的 像这种画面里面 只有一个小场景的也很可爱 点外卖 点外卖 这块是 喵总素材质 然后还要配上这个 没人一阵是绝了 这边也是素材质的一个虾拼贴 然后 天天圈 这也我也蛮喜欢 就是这种小小的场景 留白吧 留白也是一个中国艺术 留白觉得还挺有意思的 因为它贴纸本身就很闪 所以就 其实可以留白 这也是学校系列 这世界旅游了有点 越南 这小老虎IP 我真的最近爱上了 这个很精致 看这小老虎真的 特别可爱 这是办公室 office day 这是最后野龙 就是闪闪的 好啦 就到这里了 希望大家也能坚持一个 自己平时能够休息的小爱好 期待我做完下一本 再与大家分享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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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